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NBA,2021,2022赛季,已经结束了,但对于很多球员来说,得感谢这个赛季,因为在赛季里的出色发挥,为他们争取来了,获得大合同的机会。 比如其实对加兰德,获得5年1.93亿的点心,勇士普尔,也是将获得1亿的大合同等等,而布伦芬,也是这样一位,打出身价的球员。 布伦芬,是2018年的两轮秀,不要说天之交字了,能否在NBA站稳脚跟,都说不定,他生涯前四年的合同,也低至600万,妥妥的球队边缘人物。 不过,靠着自己的努力,布伦芬,慢慢打了出来,20-21赛季,场均砍下12.6分3.4篮板,3.5助攻,坐稳了球队的轮换位置,而在上赛季,布伦芬表现更上一层楼,常规赛拿下场均16.3分3.9篮板,4.8助攻,继后赛,更是一发不可收拾,场均拿到21.6分,4.6篮板3.7助攻,成为了球队,仅次于东西奇的二当家。 也正因为布伦芬的出色发挥,以及,他给东西奇带来的助力,帮助事先不被看好的独行侠队,打进了吸血,实现了新的突破,布伦芬,也因此水涨船高,获得了取得大合同的机会。 布伦芬表现出色,又帮助球队,登上了新的阶梯,作为球队老板的库班,自然不会吝啬,布伦芬自己对于独行侠,也有归属感,双方很可。